我告诉你 现在发明往后又有新发生了 以前真的不懂得怎么吃 现在知道了之后 每次都用这种方法 为什么这种方法这么好呢 首先我们把粟粒 处理那种酥 浸了之后 浸了之后浸了出来 然后要怎么做 事实很简单 然后 然后呢 你将它 为什么我用这种方法呢 用那种索豆 是麻烦的 索豆 可能我功力高 你找一种有雅池的 有雅池的 有雅池的 那你割齐 就是方便了 就是这样割 割得很公正的 我都算你了 我很快 其实我不会弄弄弄弄的 因为这种东西 你薄薄 最上面薄薄 薄薄 稍微沙巾 你看 哇 你知道 你鼻子还跑 鼻子快很多 为什么 它有雅池 很容易促进去 如果你没有这个盆 都很难 用其他刀 都很难 因为它的宿面 这些是软的 很容易令到它 走位 走位 你看 你看一下 水水 也可以 为什么这么简单 我告诉你 第一 就是你的新的方法 吃法 第二 小蟹子 不会吃到柠檬牙齿 很黏 吃到柠檬牙齿 吃到柠檬牙齿 真的熬了 这些粟面 确实都是烟的东西 你看 很补的 很补的 我看起来 最商量 来 补补的 大概一分 大概一分 可以在一分 OK 你看 你看 不停削一刀 为什么要这样 倒住你 你看 你看 尽量它 令它 削到很薄 先 啊 削到差不多了 你看 你也松开 削到先 对不对 嗯 对啦 你不可能 完全全 削到先 的呢 沙田很快 你看 有多薄 是不是 不喜欢 这个很薄 为什么 我就是这个 切法呢 为什么我自动 弄来了之后 哇 令这条 松明心的神切掉 但是不可能 除非我 你狗狗 狗狗 狗狗 就可以了 OK 然后呢 塞得很薄 OK 搞定了 然后你用一个 刀鼻 刀鼻来的 这个前面 这个后面的 鼻液来的 哇 哇 一点都不浪费啊 你看 是不是 一点都不浪费啊 你看你看看 哇 你看一下 哇 没有骗你了 我不做了 很浪费时间了 OK 那 然后呢 没有浪费 有时间 我 就会弄掉 我甚至有画给你们看 不可以浪费你们的时间 然后呢 我们要怎么做呢 就自己呢 你找一个烘盘 烘盘 烘盘 放烘盘 我不用告诉你 什么写出来 等一下我去前边 我会打到天出来 放烘盘 你就明白了 为什么呢 那 里面 没有油的 不需要油的 放在里面 放在里面 啊 完全不用油的 因为它的粟裂 出的水分了 就是用那种 水果 才烘它 完全不用水的 放在烘盘里面 它可以用出来 很软软的粟裂 不需要用水 蒸它 后生的粟裂 用水蒸它 一粒粒 你的牙齿 真是 嗯 没说 小孩子带来的 咬很久 还有很痛啊 牙齿 对不对 所以 这个方法 你可以弄来切 你切 五六条 七八条 没问题 牙齿不痛 OK 这次见你啦 拜拜